106切刀的上下压板和对位调整 什么情况下需要调整 首先你把压板合下来之后 发现上下压板之间有缝隙 不能完全压到一起 同样这边也是 如果有缝隙就需要调整 同样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有横向的错位 那个时候也需要调整 怎么调整呢 我们先用一个2.5毫米的扳手 把这个三颗内陆角螺丝 连接转轴处 这个三十颗内陆角螺丝松掉 松掉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可以有倾斜角度的调整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对齐 大家可以看到这 这个压板要把它对齐 对齐然后没有缝隙 之后用手把这固定住压稳 然后再把这三颗螺临紧 注意领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它 不要再继续错位了 对这样就好了 调整好了 调整好了 如果有横向的错位 那么我们就用2毫米的扳手 把这一颗螺丝松掉 松掉之后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 它就有左右就可以这样移动 对吧 左右移动 然后同样我们也是把它这儿 看压下来 让它对齐 对齐了之后固定好 固定好 然后把这颗螺丝再拧紧固定 这样就调整完成 到这儿都好看得下来 遇见了 对这儿都好看得下来 对这个